城市中突然出现一个神秘天坑 无数人掉落天坑生死不明 而伊娃刚刚失去了母亲和弟弟 而此时 她的父亲大壮正在空军基地面试 而作为资深空军飞行员的大壮 却因为三年前的一次坠机 变得神经兮兮 她脑子里总是会出现一些幻觉 痛苦不堪的她每天酗酒 导致她失去了婚姻家庭以及工作 为了家人 她选择重新振作 想找一份体面的工作重新开始 她刚走出上司的办公室 却看见电视上播放着惊天新闻 画面显示的正是城市中间的天坑 而大壮的家人就住着这个城市 她的手机突然响了 电话另一头传来女儿伊娃的哭喊声 大壮一边安抚女儿的情绪 一边快速离开赶往天坑现场 城市中的天坑是如此的触目惊心 就在天坑的边缘 大壮找到了女儿伊娃 伊娃哭诉着刚刚发生的一切 就在此时 一群怪鸟竟然诡异地从天坑中飞出 看着上空飞翔的怪鸟 人们都彻底震惊了 大壮认真地观察着 当一只怪鸟落下停留时 她终于看清了怪鸟的面貌 而这一幕 她竟然在幻觉里看见过 金发杰醒来时 发现自己竟然穿越到野外 头顶天空有一道诡异绿光 她正式通过绿光来到这里 她看向旁边的石碑 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石碑上还有一个诡异的手掌印记 她百思不得其解 急忙转身离开寻找儿子 却不小心把结婚戒指掉落了 没过多久 她就找到了大部队 从天坑掉下来的人们 基本都集合在这里 她在人群中寻找儿子小帅 幸运的是 小帅也还活得好好的 人们聚在一起讨论 天坑和空中的绿光 但用科学的知识 完全解释不同 强哥曾经是海豹特战队员 他拥有很多野外生存的经验 他让人们在天黑之前 分工收集更多水和食物 实现资源共享 就在金发杰和小帅收集食物时 突然出现了一头大黑狼 他们被吓得不敢乱动 然而饥饿难耐的黑狼 朝他们低吼 金发杰眼看不妙 带着小帅迅速逃命 黑狼在身后紧紧跟随